河北桌州目前人泡在水中 水深近6公尺 大陆记者随救援队进入了重灾区 水位接近了红绿灯的高度 行道数只剩下了顶部露出 情况相当惨重 民怨四起之时 现在传出大陆未保首都北京 让六环外的防山区水库 泄洪至避临的河北桌州 迫使许多桌州的民众来不及撤离 家园被淹成了一片汪洋 慢点慢点慢点 站在那边别动了别动了 对此为官方喉舌的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微博表示 牺牲桌州保北京是五级之谈 桌州递出北京马河的下游 北京市的防山区处在该河的上游 众所周知啊 分红都是上游为保下游采取措施 处在下游的桌州 怎么可能为保上游的平安 而在县域内分红呢 所以说啊 桌州为北京分红自我牺牲 是根据为零的无端预测 而北京郊区和河北桌州的惨况 连外媒都很关注 毕竟这是大陆首都遭遇 140年来最严重的降雨 镜头转到北京永定河上 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 卢沟桥 至今830年历史 在这一次的洪灾中屹立不遥 原来是卢沟桥奇特的建筑结构 发挥的重要作用 桥蹲成船型 引水面砌成了分水间 使每一个分水间 都有一根三菱形的铁柱 俗称斩龙舰 用来迎击洪水 桥孔不易被堵塞 让卢沟桥这座古桥的承载能力 更加强大 TVBS新闻朱光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